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将 消极会的LINE官方账号 正式命名为消费权益通 民众加入好友 都可以免费享有六大服务 包括了接收消保政策动态 热门消费纠纷 解锁攻略 阅读消费者报道杂志 收看消极会记者会直播 报名消费讲座 以及义务律师法律咨询 民众加入消极会的 LINE官方账号好友 可免费享有六大服务 包括接收消保政策动态 热门消费纠纷 解锁攻略 阅读消费者报道杂志 收看消极会记者会直播 报名消费讲座 及义务律师法律咨询 因为大家已经是耳熟能详的一个老团体 但是过去一年半以来 我们做些什么 先跟各位做个简报 首先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我们接收了2127通 那么这些志工们接着电话以外 我们的收发部分 也收到了我们申诉的电话以外 还有书面申诉有1852件 那么为了这些事情 我们都有累积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有杂志社 我们也出版了243篇 就过去一年半里面 我们的十七十六期杂志 我们就总共出版了243篇 专家学者的一个消保文章 那么还有检验报告 也总共进行了19次 有发表了19次的检验商品报告 那么我们最重要是 我们有时候随时应用一些议题 发出警讯或者提出建议 我们就举行了74次的记者会 那再来是我们有20个委员会 这20个委员会 我们有很多的学者专家 志愿工作来参加 那么他们是我们人才库 政府机关依照消保法的规定 他在拟定消保政策 或者是修改消保有关法令的时候 都应该请求消机会派员能够参与来谨商 所以我们因应这些需求 总共一共有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出席 参加包括企业在内 政府机关的咨询磋商会议 总共达报793场这么人次之多 那我们此外呢 我们自己在过去一年半以来 我们针对一些比较长期关键的一些问题 像金融消费 医疗保健 还有不动产的一个论坛 以及一些牙齿保健 我们都会试主题跟相关的工协会团体 来合办这种跟我们群众权益有关的论坛 请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场观学 大家一起来提出一些对市民 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建议 那这样一个过去一年半以来 我们有这么多的活动 那网络时代来临呢 视讯直播的方式可行了 那么我们何不把它跟消费者连结起来 主动的出席呢 所以我们才有下一个构想 下一个 那么我们也觉得说 杂志有243期这么多 那每一期我们都 都有一两个非常棒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 我们如果让杂志只是让订户来订阅 这不够 我们最好请一些撰文的作家 学者专家呢 他们来临场用他写的文章呢 来发表一个演讲 透过视讯 然后让大家可以主动的来接收 方便接收 而且呢事后也可以来观赏 所以呢 我们就干脆说 我们杂志出版以外呢 我们也把这个杂志把它活化起来 用有声的方式来对外来穿穿穿 所以我们每个月以后出版杂志以外 除了你用看的以外啊 如果你不方便的话 你还可以透过联网 在我们每个月月初 我们会找个固定的时间 请每个月主题推荐的这个转家学者呢 来为我们做一个主题演讲 让你除了听还可以看 总瓜刚才的这个分析啊 我们觉得消费权移动有六个特色啊 第一个特色是消保的资讯啊 随时是会随时通 第二个是你可以即时关注我们这些活动 记者会的活动 再来就是修法的动态一把装 各位刚刚有记的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有793场的专家学者 参与政府各种决策的会议 那么这些决策或者是修法的会议呢 他们其实都带来了第一手的资料 遍及到各部会 他对消保政策 消保法会有什么修订呢 我们的专家学者都能够即时的 把我们把它反映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即时的把反映回来的资料呢 有重要的我们把连结在全一通里面 所以对于将来的修法政策 对企业来讲 对消费者来讲 他们都可以知道说修法的动态 可以即时的抓到 再来就是杂志文章 我们每个月都会送给你们来阅读 所以也推荐您 再来是申诉管道 也可以让你马上可以连结 有事情可以接受我们的这些申诉 我们的同仁的这服务 再来就是我们不定期的 会举办这种论坛活动 你也会临时差 你会预先制造活动的讯息 然后也可以在网络上报名 接着呢 你可以在时间到的时候 透过视讯的方式 亲临现场也欢迎报名以后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网络上 你也可以视讯的参与 消费权益通将能做到 很好的消费者教育 不管是国际或国内 关于消保的讯息 无论是政策 法令咨询 或者是诉讼等 都可以及时的传递给消费者 我想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消机会的会哥 明天会更好 所以只要消机会在 消机会承诺我们 明天一定会更好 那今天我们知道 面临着这个21世纪 这个科技日新月异 在资讯爆炸的时候 消费者更需要消费者的保护 机关或者是消贸团体的保护 那这一点呢 是黄东市长的这个重责大任 这一任董事长的 应该是说21世纪以后 每一个董事长的一个重责大任 那所以呢 黄东市长 这个在跟所有的同仁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建制了这个消费权益通 这样的一个数位服务的机制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佩 也非常的 对消费者来说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那我们顾名思义 消费权益通 也就是利用这个科技 的方式让这个不管是国际 或国内关于消保的讯息 无论是政策 法令咨询 或者是诉讼等等 都可以及时的传递给消费者 消费者能够获得及时 而且正确的资讯 保护自己的权益 相信消费权益通 这个数位服务的推出 是带这个消费者 就消机会事业再创高峰的 一个里程碑 消机会其实跟市政府的 这边有一些很密切的 在消费业务上的往来 那对我们台北市的一个消费者 权益的保障也协助非常多 那以市政府这边来说的话 其实之前的合作包括几个 很重大的团体诉讼的案子 都有麻烦消机会这边 像是之前的一个亚历山大的案子 那到后来的胖大人 到前阵子的潜贵的案子 我们都邂请消机会这边协助很多 那以像这样子一些重要的案子而言 我们就发现 就是其实消机会在每一个 消保权益的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都能够很积极的 在每一个阶段来捍卫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 那在41年的来的一个努力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 台湾的消费者权益真的是受到很多国家的一个肯定 那在我们实际上在处理消费者的案件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说很多的消费者会告诉我们 就是当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终于解决了他的消费争议之后 那他会最后最终他会告诉我们一句话说 早知道早知道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些事情就好了 那我们在协助消费者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他说 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果消费者早一点注意的话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争议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最好的消费者保护 他不是只有解决消费者的争议本身 而是最好的消费者保护 应该要做到很好的消费者教育 那我担任消保官十几年来的心得就是说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 现在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呢 因为我们实安法已经三途修正通过 对黑心厂商的罚还最终可以达20亿 那对一些黑业者有克组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定型化契约因记载不得记载 这样越来越起背 那一些大厂商也不能用定型化契约来为所欲为 那有关理券的理学保证 以及预售屋的价金信托 这方面越做越好 那在跨国消费争议方面呢 也有一些国际的合作机制 这方面除了我们刘处长 多年来率领我们消保团队的努力以外 我们也看到我们消机会 不断的推动不断的努力 那这是我们好的部分 那为什么现在是最坏的时代呢 因为现在买东西非常的方便 网购甚至可以跨境来买卖 那消费者会有选择困难 另外一方面业者有时候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非常会钻漏洞 像我们消保官对有些不肖业者 我们在开会想要骂他的时候 他直接溜出几个判决 你看法官都判我们一 要说什么呢 有些法官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生态 或者说消费者不小心上了当 那讲了不该讲的话被录下来 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些跨境争议 也是不太好解决的部分 因为我们网路交易无国界 但是司法管辖跟行政管辖 绝对是有国际的限制 主权的行使 对这部分我们是非常辛苦 以及消费者对一些很新的产品 也缺少认识 还有些新的法规 那在这部分呢 我们也感谢我们消机会 也打了很多团体出售 而且呢 那个跨境也有一些 备忘录的签订 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处理跨境消费争议 那这方面我们消费官 也很期待每个月出干的消费者报导杂志 因为我们消费者有很多新的议题 我们消保官要是照不注意就会被问倒 所以每个月我都迫不及待打开来看 哦有什么新的知识 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 是连八卦杂志都会倒闭的时代 现在人家都不太喜欢看书面了 所以我们很感谢黄董事长 他们消机会团队 推出了消费权益通 这个APP是不用花钱的 要加入以后呢 随时靠手机 就看到最新的资讯 修法动态还有消费陷阱 那还有一些讲座 及时的讲座 最新的议题 请专家来讲 消费者可以打开手机 就可以看直播 这非常非常好的方向 那这方面我们乐观其成 我也叫我家人朋友同事 马上加入这个消费权益通 那消费者报道里面的重要内容 这边其实也都有摘要 这非常好的一个创举 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说我们消机会 基本上是不会帮厂商待业 不会接受厂商赞助 也不会帮厂商做广告 我觉得有点可惜是说 消费权益通要是有特价讯集的话 会不会更好 那这部分我也希望我们消费者 能够踊跃加入消费权益通 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可不可以要发生消费争以后 再请消防官来解决 因为这有时候真的是 事前的预防远胜于事后 消费者权益通 就像一般LINE的账号 可以自由加入与退出 也接受消费者的申诉与咨询服务 并将整理以往消费者申诉成功的案例 提供消费者参考 还会不定时公告 对消费者不友善的业者名单 提醒消费者注意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幽伦神谷9月将在国家戏剧院推出大型创作转山 部分的场次将首度挑战运用5G技术 将在金瓜石地质公园本山矿场演出片段 同步传送到戏剧院舞台 以虚实共演的创举 为观众打造全新的美学体验 转山是盛行于西藏地区 庄严而神圣的仪式 人们相信绕着神山转型 可以洗涤一生罪孽 幽伦神谷将20年前 钢底四山的转山之旅 透过戏剧演出 带领观众洗涤心灵 更首次结合5G科技 挑战虚实共演的创举 在20年前 我们刚演完金刚星 后来我们就到了钢底四山 我们真的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从尼泊尔进去 然后穿过了高原 抵达了阿里地区的钢底四山 然后在转山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像那么高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戴好装备 我们本来以为其实脚程可以很快 但是因为你整个的呼吸的困难 是一步一步慢走之后 到了晚上的时候 到了下午我们其实回不来 以至于开始下大学 所以在那个风雪里面 我们在那个山谷里头 在那个等于说是钢底四山 人们转山的最高点 待了一整夜 而却是奇迹的 我们大家都安好的这样子回来 所以这个印象 使得我们在心中 实在是一直都是觉得 其实这个圣山是有它的 真的有它自己的神圣的力量的 所以去年文化部 就是我们社会文化部的一个 共同的合作 做了藏英天路 就是一个以西藏文化为主题的作品 在做的这个同时呢 我自己的心里也觉得 我们应该如何让它有一个 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语言 就是让诱人神谷可以把它再转型成 以转山为这个主题的方式 再重新做的这个状态 而也刺激了我们 今年在做转山 也希望把转山的那个 跟风雪风雨的关系的 那个内在的那样的一个冲突 而你可以这样子过关的 那个情境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你如何能够在自己心里面 最无助的时候 其实这个山川大地 这个圣山大自然 它如何其实再给予你自己内在力量 而可以平安 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大自然中生活 而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力量 将大自然结合的力量 在剧院里面也跟观众们分享 所以这一次的异地共演 让本山矿场 就是金瓜石的这个本山矿场 的这个山谷的剧场 我们真的觉得它是一个 国际级的最棒的 不用再更动它任何状态 就是那个石壁的山谷 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 一个大自然剧场 跟国家两军的这个戏剧厅的 这个这个殿堂相互结合 所以观众们可以在剧院里面 也看见大自然的力量 让优人把这个精神力量 带给观众 所以这次转山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 透过5G的这个异地共演 这个部分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 就是多媒体在表演艺术的舞台上 早已经是司空监观 那几乎每一个团体都运用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代 那么艺术家们也会去思索 期盼 有没有更突破性的科技 那么让 在舞台上有新的可能性 新的尝试 这个5G的这个高科技呢 真的的确让艺术家呢 有了一个在舞台上 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尝试点 跟挑战点 那怎么说呢 那我们都知道 5G它是一个零秒差的技术 零秒差 所以这样的零秒差 也使得在艺术的创作上面 有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我们知道 在零秒差的时候 那么至少可以让两个不同的空间 两个不同的时空 所发生的事情 可以同时 瞬间发生 连结而发生 那么我觉得这是 5G的这个高科技的 魔法力量 跟不可思议的力量 那么使得两个平行时空 可以有教会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9月3号 9月4号 就要见证这一场的 教会的时刻 文化部次长 萧宗黄 与两厅院艺术总监 刘一如表示 优人神谷的作品 一向深受全球观众喜爱 这次结合5G科技 充分体现 艺术科技与生活的结合 更是让人期待 所以文化部现在在推的是 稀释整合 就是你实体的演出 可以进行 但是你线上的演出可以同步进行 那甚至实体跟线上可以交融 这就是5G技术 所以文化部也补助国表业中心补助两厅院 建制了一个 国家级 不要讲国际级的一个演出场意 那另外的话 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转三这个节目 也得到那个文化部 就是叫做博物馆与艺术 那个5G加值应用计划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场观学研艺 艺术家 然后共同来打造 打造一个新形态的一个表演术 这个表演术的话 它可以跨越时空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讲说 那有可能可以分身 但是5G就真的可以分身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演出 然后同步让大家可以观赏 看幽人神谷的演出的时候 会有一些些带着某一种形而上 或者是带着一种心灵层次的需求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有些时候是受伤惨重之后 我们要到优的鼓声里面 去找到一些复原的力量 或者是可以重新疗愈自己 或者是走出那样子的疲倦的力量 我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去想 若宇老师是如何把这么的科技 运用在这个地方 但是回过头来又一想 又觉得好像在自然不过了 因为一脚踩在土地里面 然后手伸向天空 这个好像就是优人神谷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能够源源不绝地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继续走下去的理由跟方法 今年新北市矿山艺术节 也特别与优人神谷合作 将于7月16时期两天 在本山矿场特别演出 梗古以来矿山版 8月16将与水南洞 以十三层遗址为景 演出史诗般的时尚走秀 我想首先要谢谢文化部 在转山这个5G计划里面的一个资助 让我们金花石 我们本山矿场 这样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实况演出 可以跟两天员的实况演出能够互相结合 我想这也是第一次虚实整合 我想这样的一个演出经验 对整个文化艺术的一个推展 有非常大的帮忙 我想这也是创办人跟总监 一直希望有的一个很好发展 那我们跟优人神谷 长期以来都有很多的一个合作方案 包括我们的国艺节 还有我们的矿山艺术发展的一个文化节 我想都需要一个人神谷 在新北市更多的文化力量的支持 希望能够不只在地杂根 也能够把这个文化推展 能够推展到全国全世界 那我们也希望 本山矿场这个地方 能够更多元的发展 让本山矿场能够有一个 就像我们总监所讲的 让本山矿场变成我们真的是一个 我们优人神谷一个 创造出一个最好的一个表演场地 我们这次真的非常的高兴 我们长期跟优人是一个 合作的伙伴的关系 这一次我们可以在 金瓜石的本山矿场 我们在7月16、17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刚刚刘老师有特别有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一个朋友 都可以来到现场 欣赏我们优人的一个演出 同时在8月6号 在我们十三层遗址 我们结合了潘亦阳 潘设计师 跟优人共同的一个合作 那当地的一个 山海城乡的一个 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美景 还有我们优秀的一个表演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域 欢迎我们所有的一个朋友 可以共同到8月6号 来到现场来和我们一起 来欣赏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节目 幽人神谷转山 将于9月2号到4号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9月10号、11号 在高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10月22、23号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场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 怎么叫 有追剧、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接下来带你来看 新义区大道里里长毛水月 相当重视里民反应的问题 里民的小事就是里长的大事 现在就跟着里长的脚步 来看里长为民众积极解决的各种问题 画面现场是春光公园 因为常有民众喂食鸽子 造成很多野鸽 长期聚集在这里 引发环境卫生与情蛮资深的问题 让信义区大道里的居民相当困扰 经常向里长反应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信义区 是松光里跟大道里的 就是隔一条路的一个春光公园 那春光公园你们会看到 刚刚有很多鸽子在我身后 那这边因为常常有路人 经过在喂养 然后还有特别从外地开车过来 在这边喂养鸽子的 那因为鸽子一群聚的话 会造成我们周边的住户的困扰 所以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你在都会去喂养鸽子的话 说实在会造成居民的一些困扰 尤其他身上有鸽满 会造成小孩子 或者甚至大人 他的皮肤上的一些病变 那鸽满听说会造成 小孩子的日本脑炎 所以对身体健康 是会造成很大的威胁的 那住民的居民 他们都一直在反应 那希望说台北市政府 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来帮我们解决鸽害的状况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老人家 那甚至有时候会看到 就是身上人士 那他们都很有爱心 那只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喂养鸽子是不好的 因为鸽子它有地方去 它可以在户外求生 那你喂它的话 它都会群聚在我们都会区里面 那都会区人又多 那加上现在的疫情 所以大家会对鸽子的鸽满问题 还有这疫情问题 就会把它混为一起 所以很担心 尤其居民又有时候会受到鸽子的那个攻击 所以这个对孩子跟对大人都一个相当危险 我经常看到人家在喂 就是用薏米用什么出来喂 就是鸽子真的是很多 那很多小孩子都会出来这里玩 其实鸽子它出来的混变就会有 对它的鸽满 对对对 对对那个小孩子大人 还有老人也是很不安全 但是已经很久了 以我知道十年以上了 因为我住在这里 三四十年了 所以这个争取是应该是要 政府应该要很重视 对全民的健康 还有这个环境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请动保处的来 教民众说如何去防治鸽子不要靠近 因为这边的鸽子 它会到对面的那个住家去 然后在屋檐或者说在顶楼 在那边煮草 甚至在那边休息 然后它就会在那边排泄 排泄物出来的话 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然后甚至会发现很多鸽满 所以居民相当的担心 那那个动保处的有教我们说 要悬挂那个光碟片 那你看那个我们的住户也都挂很多光碟片 但是鸽子很聪明也很厉害啊 那久有久之它就没有它的作用了 所以我对这个鸽害的问题也相当的困扰 为了解决鸽子群聚扰民的问题 里长不断透过各种方式寻求协助 透过会刊要求市府再加强设置告示牌 向民众宣导不要喂食鸽子 未来更希望市府能提出彻底解决鸽害的办法 那今天有特别请公园处的来帮我们立个牌子 就是请民众不要在这边喂养鸽子 让它可以到大自然去 去那边求生 鸽子要让它回放到大自然去 因为像四寿山那边也有一大片的原野 树林 那它到那里 其实有其他的虫类昆虫可以让它觅食 那如果你要喂养可以到山上去喂 让它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去生存 我们也不是要铺杀它我们没有对我们爱动物 但是要让它在该去的地方该生长的环境下 让它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中寻求它的一个着落点 而不是影响这些对啊 大家要共存但是也要有共存的方式嘛 我们女长讲的就是要回归自然 因为鸽子有跟它鸽子的这个生态 不要在这里养它就不会在这里一直很多 齐集很多 对听说有一种就是有专业的专门养一种老鹰 在驱赶那个鸽子的 那我是期待期待啦 就是政府可以有一些就是可以解决鸽害问题的作为出来 另外新成立的广词博爱园区社会住宅 由于市府在周边设置的新路灯太亮 造成光害问题 影响到林口街的住户 里长也透过会刊 尽力为李明来解决问题 李明有一些光害的问题 光害的困扰 然后独发局跟工灯处的一起出来关心协助 就是因为原本我们只有一排工灯处的那个矮的灯 照亮我们巷子的马路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广词工地的开发已经完成了 所以它有架设一些比较高的灯具 那这些灯具它事先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没有考量到周边住户的一个高度照亮的问题 所以现在那个高的那个灯具呢 它是比较亮会危害到居民的一个睡眠品质 对 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解关心 顺便请它做协助改善 他们就是陆陆续续的一些方案出来 然后就是慢慢配合居民的一个感觉 就是灯的那个明暗度 去配合民众的感觉 如果说有改善 已经完全消除他们的一个困扰 那就做最后的决定这样子 我的原则我觉得说 社区的小事情 其实李明的小事是我的大事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居 比如说我们这个巷子好了 我刚刚就有讲说 广池工地它已经开发好了 它已经盖好了 完全是一个新的大楼 可是我周边还是老旧社区 但是老旧社区还是有老的居民在住 就是有原来的住民在住 那你在设计的当下 应该考量到居民的一个 环境的一个舒适感 跟它的一个柔和度 对 这样才能够新旧融合 对啊 所以不应该造成 新的上来以后 不能造成旧的一个困扰 对啊 所以虽然它是小事情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件大事 所以希望说 让大家可以多协助我们这边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跟着里长的脚步 继续走进大道路七巷 这里有里民反映 后向积水问题 造成解决资深 里长也设法透过会刊来解决 那个面看要怎么拉泄水更好 对对对 就这样 对就做一个人孔 不要这些树叶啊 通通积在这边 这边原本已经做好 那个后向道的绿煤化 它已经把那个铺面都做好了 那后来就是有里民跟我反映说 这边很多绝绝跟蚊子 那我们来勘察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其实这边 因为它没有做那个 防叶子 防水的那个人孔 所以它那个水啊 跟叶子 跟那个树叶啊 就一直带到这个洞口来 那这个洞口会堵住 那堵住以后 它水就会积在这里 那久而久之后向 都比较没有人去整理嘛 那就会带出决绝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 要彻底把它解决掉 对对 因为它这边你看 这边其实不容易做 公务的要进来做 也不容易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已经研究好说 看怎么去施做 让它可以排水 然后可以让叶子 不要顺着水流 然后积在这边 这个问题 虽然说在小巷弄里面 但是它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 发掘出来以后 我们彻底的解决它 还有画面中这个地方 是后山皮捷运站2号出口 在里长的积极争取下 克服万难 大幅改善了无障碍坡道空间 并铺设导盲砖 希望让里民与路过的行人 都能安全通行 这原本它的那个 无障碍坡道只有这一丁点 那因为 每次我看到行人在过的时候 都非常危险 因为它紧邻中校东路 大马路 那后来又有民众在这边走路的时候 经过路原石会跌倒 它本来这里是高企的路原石 那后来我们就找相关单位来援力 然后就把它加长到这个宽度 这边是后来再加长的 然后就是让我们的 那个身影障碍的朋友可以很安全的通通过这样子 行人走也比较不容易跌倒 那这个最近才完成 那现在那个地方是加那个导盲砖 因为它原本导盲砖只有坐到这里 原本导盲砖只有坐到这里 那这样子导盲砖就没办法正确的导盲 它导进去那个后三匹捷运站里面 所以它今天来加长这一段 那未来这边的那个行川线呢 它会缩进来一些 也避免跟那个大马路那边争到 因为这块地其实它争议性蛮大的 第一个我以为是捷运站应该出来帮忙协助的 后来捷运站说这块地不属于他们的 是应该里面大楼的管委会 那管委会又说 它地捐出来给国家使用的 怎么会是他们负责 所以跌倒的民众根本没有办法去求偿 也没有办法去诉求那个协助 那后来他打电话给我 对他不是我里面 但是他打电话给我 那我在想说这个捷运站是位于我们大道里 所以我在想说我也要出来帮忙一下 不然万一我的老人家 或者说我的妇幼的这些里面 走过这里也是会相当危险 所以勇于承担就出来解决 但是在这处理的过程当中 非常多的单位出来协调 那我们是拜托戴希青议员出来帮我们做会刊 然后也找了很多相关单位出来做一个协助 所以好不容易在几个月里面 也算蛮长的 因为我以为说提出来以后很快速就可以改善了 结果没有 其实也经过一段时间 终于把它沟通协调 然后可以做成这个无障碍波道 那我觉得这一段工程虽然是小工程 但是影响的层面很大 对我们小孩子啊 我们的那个妇幼啊 还有我们一些老人家 他在行的方面就非常的友善 也非常的安全 里长强调 每位里民的小事就是里长的大事 他以从事置业的心情担任里长的工作 希望尽力为民众解决大小事 营造住在大道里的幸福感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根据基督教借菜总会调查 今年若是儿少任养计划所服务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仅76%有升学的意愿 相较于一般应届毕业生 有86%继续升学 凸显提升若是儿少教育机会 需要更多的支持 因此借菜总会邀请艺人六月 担任爱新大使 呼吁民众加入长期任养的行列 帮助若是儿少脱离贫穷的循环 我 我也可以去爱人 会任养他至少十年以上 所以我现在会更希望 我可以任养他到大学毕业 把我们的爱付出在最小的孩子身上 成立70年的借菜总会 透过任养机制 帮助若是儿少提供稳定长期的辅助 并且邀请艺人六月担任公益大使 呼吁民众加入长期任养行列 帮助若是儿少脱离贫穷循环 基本上就是希望说 全台湾的大人们 如果有能力的话 都可以帮助这些弱势家庭的小孩 然后其实每一次看新闻报道 都觉得有点 就是内心会酸酸的 没有办法想象得到说 在现在这么富足的社会当中 居然有这么多弱势的家庭 他们可能连明天的饭钱 在哪里都不晓得 那基本上小孩子 我觉得出生来就是应该要 很开开心有个童年 而不是每天他担心说 我不知道我每天的学费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餐在哪里 小孩就是应该来享受爱 享受关怀 而不是每一天都在 可能很困苦啊 或是很饥饿的状态之下 所以都会希望说 大家如果可以有能力帮忙的话 就帮助这些小孩 不管从小 然后到可能 我们刚讲的16岁以上 有时候你知道念大学 就要花更多的钱 他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的关系 他念不起大学这样子 我们非常的幸运 在我们的户籍的旁边 就有一个很好的国小 我们就读的那个国小 刚好有一些可以去关怀弱势团体的活动 例如食物银行 然后我们就有参加食物银行 然后就让小朋友 我们也刚好参加同军团队 所以很多的 去关怀弱势团体的小朋友 我们是从同军这一块出发 然后同军主持了一个 我们好像一直跟教会合作的食物银行 然后让小朋友把家里面 我们可能比较难得吃到的东西 然后捐到食物银行 然后他们再去义卖 然后捐赠就是那个得到的费用 是会捐给这些小朋友当 那个参费的基金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们是有经过 这些活动 然后也有得到奖状的哦 都有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就像刚刚他们讲的 就社工可能没有这么多 但是我们有七百多个教会在不停的做 七百教会如果每一个教会 有两百人要做这个食品 就你知道七百成为两百 那是很多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像种子一样 不停的扩充出去 他说其实是看 好像自己上网查的 对 然后就打过去协会 然后问说 现在可以任养吗 然后那时候是说要排 那我就说 那我优先就是任养十年以上 所以你会优先帮我排 然后就 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对 承诺至少任养十年的福小姐 分享任养过程的心情 收到任养童的感谢信 让她非常感动 今年更加码任养第二个孩子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怎么会有这个心 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蛮有意义的 因为我其实博中的时候很叛逆 然后那个时候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然后跟我说 就是其实 好像有一个小叛逆这样哦 我觉得 我们也是这样子 小时候很叛逆 也是碰到一个 我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从此我就归正途了 也没有到很正 还可以这样子 没关系 我们讲的正就好 对 然后就觉得说 如果有人可以一直支持我 就是无条件支持你 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想说就是 我可以支持这个小朋友 然后一直 其实后来有点被他感动 因为其实是被他支持 因为在这任养的七年中我有 前面有一段时间创业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公司收掉 其实很难过 可是收到他的信 他的信永远开头都是 因为我叫他叫我姐姐 不准叫阿姨 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 然后他就说现在还是姐姐 他要不上道才可以 他就叫我姐姐 那我现在过了一个 很不开心的暑假 你好吗 其实很感动 因为他每一段时间都写一样 你就感觉他的能量是很正向 然后很开心的 可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生命状态是比较低的 所以其实我反而被他鼓励到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不能再一直沉浸在自己世界 我应该要出来 他反而是你一个动力就对了 那时候真的是这样觉得 根据街菜总会调查 今年若是儿少认养计划 所服务的高三应届毕业生 只有76%有升学意愿 相较一般应届毕业生 有86%继续升学 凸显提升若是儿少教育机会 需要更多的支持 街菜总会提供认养服务 是针对家庭里面有经济困难 而且有16岁以下的儿少 那什么是经济困难呢 就是经过我们的社工的实地的评估 家庭里面每人每月的可支配的收入 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费 而且它是有入付付出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会持续 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才会来做开案的服务 家庭总会在练养服务其实已经累计超过了7000名的若氏而上 家庭总会其实非常重视所谓的社区支持的力量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各地的教会陆续已经成立了737个社区共好点 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家庭提供一个即时性 而且可净性的一个服务 在我们目前现有的呢 内养童的人数是4918名 在所有的年龄分布里面其实还算蛮平均的 只有13到15岁会稍微高一点 而全部的内养童里面呢 原住民的比例就将近了四成 有39% 在整个家庭属性里面呢 我们的单亲家庭其实也有超过五成 而且隔代教养呢 其实也不在少数哦 有14% 在整体的家庭收入里面哦 既然有高达68%的家庭哦 他们的收入是没有到两万五千元的 一个月的月收入哦 居然还不足以现在一个人的基本工资 因为经济的压力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孩子继续升学的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总会不仅仅只是提供金钱的服务而已 我们还包含了四个面向 包含生活支持 社会归属 自我认同跟赔力发展 我们的生活支持呢 当然提供了所谓的内养基因跟助学金 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安心生活安心就学 我们也提供既然救助金 能够帮助我们的内养家庭在遭逢 突发意外的时候能够有一笔钱 能够使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也提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生活物资 协助我们的家庭能够补充 他们的生活所需还有营养 我们甚至还结合了我们的房灾教育 提升我们的孩子自我保护的意识 在社会归属里面呢 其实很重要的真的是我们的社区共好点的伙伴 由我们的社工一起提供所谓的关怀访式的服务 还有节庆活动 让我们的内养家庭呢 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 使得他们可以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那其实借债总会其实它很多的精神 就来自于芥菜这几个字 那参加芥菜这几个字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异力种子 可是它是确定拥有信心 它会变成一个树 所以基本精神来自于这里 所以在整个借债总会 在整个社会慈善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 建立这个信心 如何让我们这些肉食的儿童 它能够长大 然后长得变成一个树 那这个树的 这个树长得变成一个树的时候 它变成它可以结果子 它一定也可以结果子 那既然结果它就有能力 有能量在分享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良心的循环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 这一路走来70年 当然相对于现在 正好我们所有企业单位 都在推所谓的ESG ESG的SDGs 那里面有一个S S就是社会关怀 那社会关怀里面当然包括 内部员工跟外部的社会的关怀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的70年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就会 从原来的需要 我们去做服务 我们现在在开始在思考 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一代 它在科技的变化之下 环境的变化之下 它能够更为 将来它是可以变成 更为独立自主 所以因为如此 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去培育他们 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在培育过程中 它有知识与技能 在培育的过程中 它能够怎么样 它又有这种人际的关系 它可以把它自己的东西 可以分享出来 变成良心的循环 小时候我爸因为车祸的关系 很早就走了 他家里就突然就陷入那种 谷底 那时候老师知道之后 就是有请全校 一起来响应真心 就是募捐 国中其实蛮叛逆 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觉得他其实影响我很大 对我是全然的鼓励 我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温暖 所以我也希望说 如果在我的人生 有能力的时候 我可以去影响这个小朋友 甚至更多的人 那有机会他可以成为一个 更棒的人 疫情与通膨影响经济 根据芥菜总会统计 近两年停止任养的任养人 有46% 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继续任养 也使芥菜总会面临极大压力 芥菜总会其实服务 就是弱势的儿童 在全省有将近5000的这个儿童 那尤其现在就是目前在疫情期间 因为像说有减班 有确诊等等的 那相对的这些弱势家庭 一旦就是减班或者是说工作有受影响 那势必家庭的收入就会有大大的受一些更大的冲击 那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有针对急难救助金 或者是防疫物资包都会轻松到这个他们的家庭里面 让他们缓解这个一时的在这个疫情底下的一个冲击的部分 那平常的时间我们也就是也会去做一些任养的家庭的一些关怀 实际上透过每个月的这个任养金 还有就是说助学金 然后希望提供孩子在生活的稳定上面 还有在学业上面都会有一些成长 让他们不会觉得说 升学上面有一些困难度这样子 那的确就是说我们在真正值任养的幅度上有一些减少 因为任养人会主动打电话跟我们讲说 他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收入上有顿减 所以可能要暂停他的一些任养的这个服务 任养的任养金的投注等等这样子 所以就我们就会想就需要招募新的任养人这样 减少的比例哦 因为其实比例上面因为我们还有新的开案啦 就是需求会更多 所以我们其实上个月也都有将近到300个任养同事 缺任养人的状况这样子 只要每月定期订额1000元 就能成为芥菜总会的任养人 邀请大家一起用爱接力 帮助孩子翻转未来 让梦想无尽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用机上和录下喜欢的节目超方便的哦 500G超大硬碟 可录约175个小时的HD高画质节目 不用再担心错过想看的影片 打开电视 从事位机上和或Home Plus TV 智慧机上和电视频道页面 点选进入录影功能 再选择节目表预约 就可以在节目表中找到您想要录的节目 选好以后 再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 就完成预约录影哦 如果想录全影集或是多集节目 画面也会跳出提醒视窗 询问您要预约单集还是系列录影 只要点选预约系列录影 就可以一口气把未来七天影集节目录起来 您也可以使用定时预约 先选择想录的频道 再选择单次 每天或者是每周的录影 并设定开始日期 时间与长度 完成设定后 选择画面中的确认 出现预约成功就完成哦 如果想要查询已经预约了哪些节目 可以从录影功能选择我的预约 就可以查看预约录影的节目清单 想要查看已经录好的节目 可以切到录影功能里点选已录节目 就能看到已录影的节目清单 一边收看节目也可以一边录影哦 只要在看节目的时候 按下遥控器上的绿色按键 画面左上方跑出录影图案 就表示开始录影了 节目看到一半 如果需要中途离开 只要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 画面左上角出现时光平移图案 就会为您暂停节目 等您回来就可以从中段的地方继续收看 如果同一个时段 有两个不同频道的节目都很想看 也可以到节目表预约来设定 同一时段最多能够同步收录两个频道的节目 在录影当下还能转台收看不同频道的节目哦 以上功能使用 如果遇到障碍无法排除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再带你来看 基隆东区福人社纪念创设四十五周年 特地邀请日本神户垂水福人社 及八代南福人社 共同捐赠了一批市价大约五十三万的电动床 气垫床和多功能轮椅 给基隆市辅具资源中心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 在基隆市辅具资源中心专业人员操作讲解下 基隆市东区福人社长曾汉长 亲自试作中心里面的电动爬梯椅 了解这种辅具对于行动不方便民众的用法及好处 为了协助行动不方便民众和家属 利用辅具减少不方便 基隆东区福人社纪念创设四十五周年 特地邀请日本神户垂水福人社以及八代南福人社 共同捐赠一批市价大约五十二万七千元 包括电动床气垫床和骨科轮椅一般轮椅 以及一味轮椅等多种功能轮椅 给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伊甸基金会管理的 基隆市辅具资源中心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 非常感谢我们日本两个友好社 神户垂水福人社以及八代南福人社 来共同来捐赠这批福具 希望说我们捐赠这些福具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市民 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利用这些福具 来帮助他们的生活 本身也是东区福人社一份子的市议员 郑文廷也认为台湾进入老年化时代 各种辅具的支援非常重要 能够给他们一个轮椅 让他们拓展他们的生活空间 让他们可以自由的移动 他不需要再靠别人 他自己就推着轮椅出去外面 他可以去工作 他可以去救学 他可以去购物 他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 不用靠着别人来带他们出门的话 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生活 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一个困难 同时也可以让他们心里面 产生更强的自信心 机动市政府身卫处长吴挺峰表示 以机动市来说 机动市身心障碍者 以及65岁以上长者 大约有89000人 也就是目前每四位市民里面 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或是身心障碍者 可见各式府具在机动市的重要性 因此非常感谢 机动东区福伦社的爱心 大概差不多7万人左右 7万人左右是超过65岁 那大概有2万1000人 是零有身障证明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都加起来 大概机动市大概有25%的人 是超过65岁 或者是零有身障证明 这意思是什么 这意思是说我们家人 每四的人都家人 可能都属于我们府具资源中心的资源 那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真的很需要很多 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源 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 受委托管理 机动市府具资源中心的 伊甸基金会 机动区长李莲 同样由衷感谢 东区福伦社的捐赠 加会更多不同轮椅需求的民众 我们东区福伦社 又结合我们日本的 一个单位来捐赠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跨国际的 一个国际间的一个传爱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想要帮助的心 一起来帮助我们基隆市 然后透过我们府具中心 然后来做一个帮助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机动市府具资源中心指出 有任何需要府具咨询借用 贷偿电付购买或是回收转赠 府具等问题 都可以拨打服务电话2469 6966 或是上电脑官网查询 记者吴俊松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佳宽屏吧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支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用机上和录下喜欢的节目 超方便的哦 500支超大硬碟 也可录约175个小时的HD高画质节目 不用再担心错过想看的影片 打开电视 重视为机上和过HomePlus TV 智慧机上和电视频道页面 点选进入录影功能 再选择节目表预约 就可以在节目表中 找到您想要录的节目 选好以后 再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 就完成预约录影了 如果想录全影集或是多集节目 画面也会跳出提醒视窗 询问您要预约单集还是系列录影 只要点选预约系列录影 就可以一口气把未来七天影集节目录起来 您也可以使用定时预约 先选择想录的频道 再选择单次 每天或者是每周的录影 并设定开始日期 时间与长度 完成设定后 选择画面中的确认 出现预约成功 就完成了 如果想要查询 已经预约了哪些节目 可以从录影功能选择 我的预约 就可以查看 预约录影的节目清单 想要查看 已经录好的节目 可以切到录影功能里 点选已录节目 就能看到已录影的节目清单 一边收看节目 也可以一边录影哦 只要在看节目的时候 按下遥控器上的绿色按键 画面左上方跑出录影图案 就表示开始录影了 节目看到一半 如果需要中途离开 只要按下遥控器上的红色按钮 画面左上角出现